HELLO, THIS IS FU 很多人都知道亞洲萬里通 也知道亞洲萬里通可以換機票 但是你換過機票以外的東西嗎? 我最近剛好就換了一個機票 外的東西我覺得還蠻實用的就是 這個 這個就是按摩槍 然後還蠻多健身的人 就是我推薦使用的 那牌子的話不一定是這個牌子 可是我覺得就是大多小而已 那我這個是一萬多點上去 就是去兌換到的 網站上面的話它大概要一萬九千多點 那因為我快要到期的點數 就只有一萬三千多 所以我自己還就是在用信用卡付了一些錢 亞洲萬里通的點數啊 就是你要如果要去把它轉換成就是台幣的話 你可以它的點數然後去除期 所以這台換下來的話 差不多是兩千多塊成的台幣 那我有在香港的網站上面看了一下 它好像是五百八十八塊的导物 所以換算的話也差不多是 五百八十八 那今天就來跟你們一起分享這個東西吧 那因為這個我在網路上面訂了 在它的官網上面訂了差不多一個月 就是等它送到的時間差不多是一個月 差不多五個禮拜的時間然後收到 它裡面就長這個樣子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有它的說明書 跟它的保證卡 然後這邊就是它的主機 然後它的插頭跟它的可以裝的那個頭 那因為插頭就是香港公司的關係 所以它送買的東西也不可能會是台灣的規格 所以這個的話就必須要再去買一個轉換器來做使用 那這台我買的是就是換購的是Nano 所以它會比較小 那我覺得重量的話就是一般有在健身的人 其實是不會覺得它很重的 差不多 我覺得差不多1.5公斤左右 那這個是它的開關 然後這邊的話可以就是 看它的那個充電的情況是怎樣 然後這一包裡面全部都是它的頭 我在網路上面查過它這個款 就是這個牌子的話 不管是什麼款 不管是什麼款 譬如說它有Nano的 然後有Mini的款式 或者是一般就是Rainlu的款式的話 它都一定會用齊的 那這是其中一個 然後還有金屬的它一共有兩個 然後這個圓的可以就是用在比較深層的組織 或者是你有特別酸度的時候可以用的 然後這個Y字型的話 你可以用在你的肩頸 然後還有一個尖頭的 尖頭也是用在比較深層的組織可以使用 那就小小示範給你們看一下 就這樣裝上去 然後長按的話它就是打開 然後打開之後你再短按一次 它就開始運作了 大概就像這樣子 看到我的肉都在抖動 對 然後它因為Nano的款 所以它一共有三個速度 我覺得這個是最慢的 然後再來就是比較快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最快的 哇 怎麼都麻麻的 然後你再按一下它就會回歸就是關的狀態 可是它不是關 它只是停住而已 所以你還是要再長按一下 然後它才會關起來這樣子 那除了就是這個按摩槍之外呢 我前一陣子就去年我有換到了一個我覺得很不錯的東西想跟你分享 就是這個 這個的話它是一個野餐店 那這個野餐店我覺得很不錯 是因為它還蠻耐脹的 而且它的收納它收完之後它就是這種小孩 就是你可以放在你的皮跟你的袋子 然後你可以像這樣子打開 它這個是黏住的 所以它也不會怕它丟掉 那打開之後呢 你會看到它有還蠻多這種紅色的縫線 那這個紅線的話就是要讓你知道說 你用完之後你應該要怎麼樣去把它收回去 所以不會想說就隨便這樣折一折 然後塞也塞不回去 所以它這個我覺得它還蠻貼心 那它還有一個很貼心的地方是 它的野餐店四個角 它都有這個 這個就是小鐵片 鐵片的話可以增加就是它四邊的重量 所以就是就算是有風它也其實就是很輕易就可以飛走 那這個寬度的話是110公分 然後乘以160公分的長度 我覺得以一個女孩子來講的話 這個是夠的 就是如果你要整個躺下來的話 我覺得這個長度大小是夠的 可是如果你要兩個人的話 你可能就是等個住人 那我覺得這個的話就是不管它去海邊 還是去移倉我覺得都很好用 像我去年去西班牙的時候 我就帶這個去海邊 那唯一的小小的缺點 是因為譬如說你下水之後 然後你身體試試要再躺上來 它就是這種塑膠的材質 所以其實不是很舒服 但是你在上面就是譬如說 補一個毛巾的話 就再躺下去的話 其實是我覺得是很不錯的 然後這個要收納也是不方便的 它就也很輕樣 這個的話在亞洲網友通上面 這個好像要6000多點 那其實在台灣就是 有一些網站上面也可以買得到 那上面的價格好像是900多塊錢吧 那所以如果照我剛剛這樣子算的話 6000多點除了7 那也差不多是900多塊錢 所以我的算法不覺得正確的 所以這個是近期換到 我這個就是真的很不錯的東西 那你有沒有在亞洲網友通上面 放過其他東西 然後你覺得很好用的 或者是你在亞洲網友通上面 換到一些我覺得 好像沒有這麼好的 都歡迎在我們下面留言 分享喔 掰掰